各位年輕 各位習慣 我們等的一個人 已經來到現場了 歡迎阿普郭語 請所有的離場 敬善 離場請歡迎我們來南分區 南分區的離場分區 主任一 王三 主任一 王三 主任一 王三 盧秀燕 王三 盧秀燕 王三 各位很丁的鄉親 各位視頻 獨家我有說 這是一張 幸福跟媽媽 最重要的一張選舉 韓國瑜市長 他說 錄影的東西 是基本功 我們在台中 也要把韓國瑜市長報告 前面丟低一點拜託 加醋茶 食音 塑形育樂 也是我們家庭的基本功夫對不對 對 除暖音 盧秀燕 讓大家採米油鹽 加醋茶 食音 塑形育樂 風一燭食對不對 對 就好像韓國瑜在高雄 讓陸平燈亮水溝通 到現在 高雄南亞的笑量 韓國瑜對不對 對 當那個人 歡迎 來 所有 我們的鄉親事長 緊張的 鄧民宇 讓韓國瑜 跟所有南屯的鄉親拜託 市議員這票 歡迎 韓國瑜 歡迎 韓國瑜 謝謝 謝謝台中市南屯地區 所有的鄉親 父老兄弟姐妹 各位好朋友 大家好 好 今天我們最重要 我們議員參選人 朱暖英 還有我們王秋冬 賢康麗 江啟成 江前主席 江委員本人 各位南屯區 各位里長 各位地方社團的負責人 各位熱愛朱暖英的 各位好朋友 今天來到台中南屯 幫朱暖英議員加油打氣 非常非常的開心 看到朱暖英 看到朱暖英 哇 我就想到一句話 又想到一個人 這個人呢 就是台北市議員王洪威 看到朱暖英 我就想到這一句話是什麼呢 過去長講 一個 事業成功的男人背後 一定有一位偉大的女性 看到台北市的王洪威 看到我們朱暖英議員 我覺得這句話要反過來 看到一位優質的女性的名義代表 背後一定有一位偉大的男性對不對 王秋冬 是不是我們王洪威講的 愛朱暖英愛得要死 讓你羨慕 那你羨慕 真的了不起 朱暖英議員 在第一線為南屯鄉親打拚 為南屯鄉親來服務 跑腿努力 長達三屆的議員 秋冬 在我們高雄當勞工局局長 四個字 死命必打 所有交代王秋冬 關於高雄勞工的問題 從來沒有讓我們擔心過 做事情扎扎實實 你就可以非常的放心 不光是本身勞工權益的問題 勞資和諧的問題 勞工就業的條件問題 各種問題之外 他還主動創新 他開創了高雄市勞工局 所有工會幹部的訓練班 這一招非常著名 他讓高雄市勞工廣大的工會了解 高雄市政府在做什麼 也讓這些工會的朋友了解 我們在勞動到老的時候 我們學習不能中斷 我們也要學到老 所以第一期 我們高雄市勞工局所辦的 在王秋冬局長任內 就是專門訓練高雄市的勞工 跟各市政府的局處之間 產生直接的聯繫 環保局幹什麼 交通局在做什麼 警察局在幹什麼 跟這些工會幹部 一一講解 辦得非常的成功 事實上 一個願意做事的人 我們都了解 他不做這些 他薪水是一樣的 但是王秋冬選擇了另外一條路 主動積極的去做 而且做得非常的紮實 這一點 我們整個高雄市政府的團隊 都感念在心 高雄市各工會的勞工朋友 講到王秋冬局長 大家都訴大本事 這一點 我是要跟整個南屯相親 特別來報告一下 王秋冬局長 真的是非常的優秀 他的夫人 朱暖英 也是在南屯有非常好的口碑跟鳳梅 但是今天看到我們朱暖英 看到我們台北市的王洪威 我們知道 兩位女議員的先生 本來可以開創自己的前途 可是為了自己的太太 從政 讓太太無後顧之憂 犧牲了自己的事業 使得太太呢 能夠一心一意為鄉親打拚 無光如此 朱暖英當議員 王秋冬可以說 投票投一個人 兩個人服務 王秋冬對選民服務 也一樣配合朱暖英議員 全力從事 所以我特別提到王洪威 跟他的老公陶影正 因為我心裡面覺得 看到他們兩個 男的我非常的感動 犧牲了自己的前途 為了自己的太太 能夠為更多的鄉親打拚 所以未來大家講到韓國瑜的時候 也要一樣 我覺得這個很值得我學習 現在講到韓國瑜 他在雲林 他現在在幹什麼 韓國瑜為了他太太的前途 他犧牲了自己 大家要重新想 邏輯要變成這樣 各位鄉親 我們支持這樣一位優質的議員 我們內心是歡喜 是喜悅 看到朱暖英王秋冬賢康麗 投入我們南團鄉親的服務 跟地方的建設 你可以察覺到 他們的臉上 是閃爍著 陽光 開朗跟喜悅 我們支持一位民意代表 說實在 選民把票投給他 他代表我們 佔照台中市議會監督市政府 爭取地方建設的預算 對所有鄉親排難解分 對弱勢族群加強照顧 我們以這樣子的民意代表 我們覺得非常的光榮 因為 我們大家都希望 台灣的政治 越來越親民 越來越進入善的循環 就像我 今天要到台中 我看到三個立法委員 昨天開記者招待會 噼里啪啦講了一大堆 我都聽不懂的事情 又把盧市長也講了一頓 又把我給講了一頓 我們不要這樣子的政治 我們希望政治 能夠像王秋冬朱暖英一樣 他非常的歡樂 非常的陽光 非常的正向 我們對選民之間 投給我們的選票 我們來全力以赴 用服務來報答 這是我們要的 真正的民主 台中 是文化之都 我住在雲林 不管是雲林 彰化 苗栗 南投的鄉親 很多的消費 都願意來台中 整個中台灣 最閃爍的一個城市 就是台中 朱南英議員 這樣子一個 所有的付出 跟他在議會的表現 符合 台中市 這樣一個中部最耀眼的城市 一個議員的表現 有這個水準 有這個資格 所以這次選舉 參選人非常的多 絕對要拜託大家 不要分散選票 拜託南投的鄉親 一人吃 兩人 偷一票 給朱暖英 同時得到他們夫妻 朱暖英跟王秋冬 熱情的服務來報答大家 所以要再一次拜託 所有南投的鄉親 在選舉最危險的時刻 大家集中選票 讓這一位優質的議員 朱暖英 能代表我們南投地區 站在台中市議會 有無上的光彩 而且無上的光榮 也是我們南投 所有鄉親的光榮 對不對 對 那再一次感謝大家 因為今天 我也要跑好幾個地方 所以說請大家原諒 我馬上要趕到台北 晚上還趕到南部 在這裡 要再一次謝謝南投鄉親 過去總統大選期間 對韓國瑜的愛護跟支持 我們的信念 永遠不會動搖 我們希望這個台灣土地 居住的善良的台灣人民 以及台中市的市民朋友 大家能夠安居樂業 快樂幸福 祝福大家 也祝福我們暖英 高票連任成功 謝謝 謝謝 朱暖英 朱暖英 現在我們要請韓國瑜 韓市長送上我們的吉祥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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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瑜 韓國瑜 市長 由同志遠方來 為朱暖英 我們在台上所有里長 都不用放學 我們也謝謝 來台上所有的里長 跟收尾一點點 我們也謝謝 韓國瑜 好 來我們現場的好朋友 我們謝謝 南屯區裡面你的 廖福田里長 魂山里的 河中信里長 天青里的王樂勳里長 以及永遠里 張美英里長 南屯區我們 封熱里的蔡群中 還有 三頭里的里長參選人 張家榮 三屯區裡面的 魂山里的 陳淑麗里長 春色里的參選人 廖慧金 謝謝 韓國瑜 韓國瑜 對不起 我破壞了小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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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